主持人 她就特别有嘴话说 她特别会说 然后每次吧 我就特别嘴笨 我也不知道说 这个跟谁能说 谁不能说 就每次都给我洗脑 就好比 我俩生活上的事情 就是好比是这件事 我做对了 她错了 然后她就会把成这件事 白的说成黑的 说成我错的 然后最后我还反应 你愿意接受吗 你愿意接受就不要抱怨 就是她这都是在 无理取闹嘛 我觉得 那我 我没想分手啊 重点是啊 她很简单 她的重点是 她希望这一年跟你在一起 好好地谈谈恋爱 重点是跟你在一起 重点是在一起 谈恋爱的时候 不也有问题吗 而且你看啊 我要是出去之后 离开了就没有问题了是吗 不是 离开 所以距离是掩盖 你们爱情问题的 一个很好的方式是吗 也不是 其实我是考虑是这样的 我打算 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后年就结婚 你知道她后年要结婚吗 我知道 就什么全她打算 就全都 所以说我现在不能浪费 一年的时间在这儿排着她 那后年在哪儿结婚啊 在天津 您这计划还常变啊 一会儿是个五年计划 一会儿变一两年计划了 是这样 在这儿结婚不代表是 一直在这儿 就是说是前妻可以在这儿 行 这姑娘她们家同意嘛 这姑娘自己愿意嘛 她愿意跟你一起 奔走天涯嘛 如果她爱你 我相信她一定愿意 对不对 对 那你为什么不能给一些时间给她 让她更爱上你 然后愿意跟你一起走呢 不能耽误这一年时间啊 所以这一年时间 其实对你来说 特别特别地重要 对不对 就很重要 那去忙吧 还叫什么劲呢 还说人家矫情 这本来就是她矫情的事啊 你看男人的话 为了想自己结婚的时候 稍微有点物质基础 能够正常地生活 是一件很基本的事情 但是她 去年一年干什么去了呀 小伙子你给我矫情什么呢 去年一年 我要她爹 我真是一早就给踹出去 明年对我来说很重要 过去的去年 我该学拳学拳 该干嘛干嘛 我玩过了 现在跟我讲未来了 那你过去的时光呢 过去时光也在学习啊 学习什么呀 打拳 那也算是学习嘛 是学习 我学弹球 你现在不是 你的学习的目的 你不是要娶闺女吗 是吧 是啊 是要娶她吗 按你的说法 你要像一个男人一样 有物质基础对吗 对 那你的基础呢 我这不今年开始努力 扯什么呀 你过去呢 那过去已经过去了 那当然她父母 所以你要想她的父母 一定会有这方面的担忧的嘛 那对于姑娘来说 如果你爱我 你为什么不愿意陪着我啊 姑娘是不是这想法 然后你就觉得你是矫情 那姑娘就觉得 你是要分手 这不是你们俩的焦点 不就在这儿吗 来 我们一起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男的叫什么呢 叫游牧青年 这个世界是一片太大的草原 我喜欢到处游牧 没有哪一条路是我的道路 游牧青年她有一个特点叫 不能做刻板重复的事情 对 这个姑娘 她是另一种人 叫恋爱脑 满心思都是在谈恋爱 谈恋爱恰恰是对同一个人 做刻板重复的事情 所以你要的就是一个男人 不断对你重复重复 恋爱浪漫 但他最讨厌就是对一个人重复 所以你们本质的核心的区别 或者分歧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因为你们两个是各自不同的人 所以你呢 在拼命的游戏人生 可是你并不懂什么是人生 你呢 在拼命的想要谈恋爱 可是你也不懂怎么谈恋爱 所以你们在相处的过程中 又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你觉得他真的有可能 常年累月的对一个人谈一场 你想要那种重复的恋爱吗 归根结底 我还是认为你们两个人分歧太大 真的要想清楚 三思而后细 谢谢陆琪老师 来 珊娜老师 容易分手的情侣的三个特点 没有互动 没有陪伴 缺少沟通 导致不理解对方 第三点 三观相差太大 你觉得你们俩 占其中几点 我觉得不用说了吧 我想说你们两个人 最实际的问题是什么 最实际的问题就是 从来都不会去顾及对方的感受 始终强调自己的感受 看不见对方的好 我看见的满眼 都是对对方的不满 就拿做饭这件事 你说你不爱吃肉 不爱吃鱼 他做的全是你不爱吃的 可是你就没有看见 他三个月一直在给你做饭呢 你始终强调的是 你要的那一部分的好 而他实际额外给你的好 我完全蒙着眼睛不看 那同样的话说给你听 你始终在付出着你自认为的好 可是你对他的这个好 是他要的吗 所以看不到对方的感受 完全不顾对方 只是自私的爱 自认为感动自我的一种爱情 然后你们总是以这种 自认为的好来对对方 导致于最后两个人 就是错位的嘛 越来越不理解对方要什么 男生很明显的一个目的 出去一年打着结婚的旗号 你这不就是先拴住人家 然后出去一年 我碰到好了我再换吧 那一年谁知道你会怎么样 结婚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是物质基础 是感情扎实 感情都不扎实 你挣了一堆钱你娶谁呀 所以你跟我谈 未来几年结婚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两个人都太自私 然后太自以为是 太把自己的感受当回事 那在一起的话 那不就是分手吗 我送你们四个字 好自为之